另外说起车股 都是近期市场焦点 小师弟 小师弟 不是小师弟 是小师弟 帥帖帖 他说起车股怎样看呢 好 车股 他自己想 175还是2333 他说我都知道211是强的 不过就说入场费真的太贵了 始终是 他说他窮了没钱了 如果想问起车股 如果是不是买呢 如果买有175还是2333 好 贵不便宜这些我不贫量 就是自己决定 我简单说就是 我的策略是没有变过的 当然很多人说 肥仔最近你的股票可能不一样 但有一只很厉害 2130 我们赚最多钱的不是2130 是汽车股 如果大家记得之前来计算的话 我就说 240元以下可以买比亚迪 23-24元可以买175 27-28元可以买2333 就是长期 我基本上没有变过的 主要来说就是 要等股值跌下来 还有是说原材料价格上升 芯片问题 令到那个毛利率 我觉得下半年很多汽车股 包括比亚迪 压力都是大的 那你说比亚迪 碳酸利由6月底的9万多元一吨 升到8月底的15万一吨 是有些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汽车股 但是我之前付出来的位置 比大家市场上说是低一点的 但是我这么说 其实刚才说了三个 你真的是23-24元买175 27-8元买长期 240元买比亚迪的话 你近这个月都应该挺开心的 那我又不会因为升了 去改变我自己的目标买价的 所以维持23-24元 27-8元和240元 等于禁锋利业 我知道今天经济部推介的 我也喜欢的 但是我等于之前所说的 130-135元 你们要考虑减钱的位置 我才叫买的 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比亚迪 朋友说入场费高 很简单 你买一只245元就行了 245元有 灵德时代 中国头三大的 除了龙虎山泉 和张一鸣 直接跳动之外后 就到他了 所以灵德时代 又有禁锋利业 又有比亚迪 好像一万多元入场而已 就可以捕捉到 整个电动车概念 所以不一定要买比亚迪 28-45元都可以考虑的 这个之前也有推介过 像ETF这样 没错